宣读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功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 包含万国功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的事物 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现在让我们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第一堂课的讲师 大山格林讲师 我当时继续买来 那个手机是充电要充三次 热线电话 热汆汤 我头iki讲人家主机可以热成这样子 因为我到处接不同的电话 因为那个洪 洪叔叔的案子 一直延伸到今天 还有� witness 這個過程當中,有一個記者打電話來跟我抱怨 因為我最近有一段訪談,就在我們的前面 不知道是哪一個電台我不講,就是訪談 那訪談過程當中,記者發現發言人說 發言人,你這表情不太對喔 我說我表情哪裡不對 他說你這個表情有點偷笑,偷笑 他講不出來,有點要笑出來,即將要笑出來的那種回答方式 我就不好意思跟他講 他說你這種有點過度自信 我聽到這樣講的時候,我說 你如果跟我一樣知道台灣這塊土地的法理地位 跟我們這個組織是怎麼樣成立的話 真的看到在媒體跟你問問題會笑出來 我是論調的,因為我們的自信來自於哪裡 法理嘛 台灣民進會怎麼成立的,我講了好幾次 根據國際法、戰爭法、萬國公法、秋季山和平條約成立的 這個組織哪是你中華民國可以辦的 所以中華民國的部長,對不對 內政部長不是講說 我們一定要把這個團體給解決掉,對不對 結果隔一天怎麼樣 台灣民政府無法可管,對不對 講無法可管,他還彈述一件事 就怕他為所欲為 不用煩惱啦,我們不會為所欲為 台灣民政府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在法理底下進行 讓你不可以看 台灣民政府成立 既然是按照國際法、戰爭法 我們也是按照這個一直在走下去 為什麼中華民國沒辦法處理 已經不是還有一個律師 還寫了一封信說 要怎麼來對付這個台灣民政府 我說不是你也可以對付的啦 不是啦 你中華民國的體系 他說什麼團體組織解散法 我們如果不跟你定義了 在你中華民國的法律裡面 我們並不存在耶 你知道嗎 在中華民國的法律裡面 我們不存在耶 我們存在的理由是 說得正確的 美國軍政府底下的台灣民政府 你是要怎麼把我們打開 你怎麼可以憑你中華民國的系統 要取消我們 憑哪一點啊 不是很好笑嗎 你在中華民國的法律裡面去找 找不出解答來的啦 我本來還教一個記者 我說 教你一個方法 怎麼把我們解決掉好不好 那個 後面可不可以稍微停一下 我 我被打斷 不好意思 你知道 我甚至於教記者說 你要解決掉台灣民政府 我幫你教啦 他說真的嗎 你要教我嗎 我說 你們是在AIT底下 是美國國會成立的台灣關係法底下 在弄一個組織底下的台灣治理當局 你搞了一套騙台灣人的方式 你首先你要走出你這個位階 跑到美國國會去跟他講 我們討厭台灣民政府 你要求國防部 行文到國防部 就要求你下面的軍政府 下面的台灣民政府把它處理掉 這是你應該走的路啦 你不可能在這個系統裡面 取消到另外一個系統裡面的東西 就好像什麼 就好像當初 大灣人的國籍被改掉 是根據什麼 陳怡的行政命令 對不對 陳怡的行政命令 在這次我們告中華民國 說到這個就好笑 今晚外界的人居然不曉得 中華民國是被告耶 那個記者很好笑喔 訪問我的時候說 我說你知道中華民國是被告嗎 他說你有沒有搞錯啊 是台灣民政府被告 還是中華民國被告 我說當然是中華民國被告啊 裡面還包括美利堅合葬國 就是你胡說 我說你記者喔 要採訪我 要做點功課嘛 哪有這種事情 有暗號嗎 我說你等一下我查一下給你 什麼查解你應該隨時準備好 所以有暗號 我說小姐 在美國的暗號很長的啦 沒有人背得起來啦 我查一下馬上告訴你 就開始 去派了耶 我說你叫經理 我慢慢告訴你們 不要急嘛 要的話官網上 你馬上就可以拿到 包括訴訟的過程 還是律師是誰 我們請了誰對不對 訴訟怎麼樣 細節每一樣都公開 我跟你講喔 台灣民政府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完全公開 攤在陽光底下給你看 反而是中華民國什麼東西都見不得人 我跟你講見不得人是什麼 我又拉回一件事情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跟那麼多的記者接觸 有些記者很忠實報導的 我就決定做一件事情 我說我給你一個獨家好不好 我送你一個獨家 因為你在報紙上面很忠實的 報導有關於台灣民政府 我告訴你你教訓播嘛 沒有給我亂撿亂湊 給我一個不好看的鏡頭 你這家我喜歡 我給你一個獨家 我告訴你什麼獨家 現在那個時效已經過了 我決定把那個獨家告訴你 因為他們那時候一直在追打 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ID 有什麼問題嗎 他說你們的ID號稱可以去美國 什麼遨遊世界 自由遨翔 我說沒有錯啊 我自己都是卡著持有人 他說不是AIT不能進去嗎 我說你是用哪一張啊 是我們發的嗎 是我們發的沒有問題喔 為什麼台灣民政府 所提出的ID卡 在美國都通的啦 關島沒問題啦 聯合國進去沒有問題啦 美國的國會大廈進去沒有問題 我自己用的啊 美國大廈跟那個聯合國的位階 都比你AIT高 不知道到哪裡去了 他們都過了 你AIT會不會過 不可能嘛 對吧 所以這個ID卡上面是有晶片卡的喔 是有晶片喔 你翻過來後面有晶片 更重要的都不在晶片卡 那個你可不可以給我 一下我們那個ID卡的那個照片給大家看一下 我說美角在這裡啦 ID卡不是隨便人可以印的啦 不是一群團體組織說 我們為了要建構啊 要做什麼 自己弄了一個卡片 ID卡把它叫出來喔 我們官網上面的ID卡叫出來 沒關係我在等的過程當中跟你講 這個ID卡晶片也不是我們製作啊 我們如果沒有那個材料啦 說實際 也有這個我們的情緒單位的人拿到我們那裡 要再看喔 我看的時候 嚇死了 真的有晶片了 來 就是這張啦 那有的人是拿這個別的團體自己製作的 沒有用的喔 那個拿來虧台灣民政務 那沒效了啦 我跟你講 本尊在那裡啦 真的那張是這個啦 OK 頂完一下喔 台灣Garment ID卡 這邊有這個喔 後面有晶片 發卡要有法源 這就是法源 根據什麼 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 就這樣和平調研 這都不重要喔 最重要是後面這句話 來 你們讀讀看 我們這個是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是在管轄下 在美國軍事政府管轄下 所發行的ID卡 我那時候講過嘛 如果有人偷用你的名字 盜用你的名字 到銀行去貸款 給你救錢 你會給他告到死 對不對 欸 這不是我啊 你盜用我的名字嘛 對不對 你如果隨便用Apple 還是你家有名的廠商 去製作皮包 對不對 對不對 你也一定被那個公司勾到死 我沒有授權你 你憑什麼 對不對 更何況你誰不好惹 惹到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美國軍政府是可以你隨便亂叫的嗎 美國軍政府是你可以隨便處理的嗎 你可以隨便拿它的名字來用的嗎 你居然還敢拿 用美國軍事政府的名字來印身份證 你不要開玩笑了好不好 那還不可能對不對 但是我們在ID卡發行了多少年 發行了幾萬份 到今天為什麼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啊 誰可以處理 沒有人可以處理啦 詐騙 詐騙在哪裡 再講詐騙下去 你就是污衊喔 不 而且我跟你說 這麼多記者在採訪 就沒有一個記者 真正拿我們的ID 進去美國去做一下 你連花那個錢請記者飛到 人家蘋果也敢做這件事情啊 蘋果真的拿中華民國護照 進去聯合國被打槍嘛對不對 你要警衛說 這是什麼東西 不要開玩笑好不好 講到中華民國護照 我跟你講 大家一起來起中華民國護照的底 它是護照嗎 我跟你講中華民國護照不是護照 先跟你講一件事情 護照只有主權獨立的國家 才可以發行叫PASSPORT 護照咧 中華民國可以有護照嗎 我跟你講 不可以有護照 我講這句話要負責任了耶 怎麼證明 中華民國那本不是護照 它上面寫護照 實際上不是 很簡單一件事情 你拿中華民國護照 進去任何一個外國 就基準會過海關對不對 過海關的時候 他會把你的護照拿過來 scan一下 過它的那個掃描器 你知道它掃描什麼 我們的護照 最後一頁 上面有一個環狀的磁環 那個磁環 那個不是慶在 你中華民國可以做的耶 那個磁環一旦 做了齁 你就可以通行 一百幾十個國家 都知道這個代表什麼意義 那你們網軍不是很厲害嗎 網民不是很厲害 會去起人家的底嗎 你趕快去起中華民國護照的底啊 看它到底是不是護照啊 如果是護照的話 是有國家名對不對 你拿中華民國護照 去國外的那個 那個counter scan下去之後 跑出來什麼 國籍欄出現什麼 不是中華民國 不是中華民國 我先跟你講 我答案先跟你講 暗示出現的不是中華民國 那你會出現什麼國家 你們自己要去查 這個就留給大家 當作一個功課回去做 中華民國護照 進去外國的海關的時候 發出來的 居然不是中華民國 那到底是誰是詐騙集團啊 就是你中華民國照片集團 說你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你擁有台灣 那是沒有 那是沒有一個 沒有這件事情啊 你們要繼續講 我就跟你講法理 我去照事實陳述 除非你推翻我所講的內容 對不對 這個可以可受公平之事嘛 我們不是在污衊嘛 我們實事求是嘛 我最近一連串時間 這邊一直走下來 發覺喔 中華民國系統裡面的記者 真的 那個數值跟水準 還有很多的加強的空間 比如說你的外語能力要好 你對於要你來攻擊的這部分 首先你要做點功課啊 你不可以隨便問我 那答案怎麼答得到呢 那你在轉述我講的話 給不同的單位的時候 你要轉述的完整啊 不是搞拼貼的遊戲啊 只有一句那一句 加上你自己的意見 然後去問AIT處長說 欸 台灣民政務說他的ID卡 可以當作護照去使用 我什麼時候講過這句話 我們民政務從來沒有這樣講 ID卡是一個身份的證明文件 它不是護照啊 護照上面要能夠給人家蓋章 對不對 就一張卡蓋什麼帳 而且喔 我剛才講 主權獨立的國家 才可以應應護照 中華民國的護照 不是護照 對不對 頂多叫做旅行證件而已啊 因為上面不會出現國民耶 你放心喔 這就是你要起底 就起他們的底啊 那看到底誰是詐騙啊 那你一樣嘛 你蘋果不要只拿中華民國護照 去進聯合國被拒絕 你要拿我們的ID卡 台灣民政務的身份證 一樣進去聯合國嘛 一個可以過一個不可以過 相較之下就出來了嘛 這可是很容易證明的事情 不是用口水戰 台灣的媒體就是口水戰嘛 用抹黑的放在青菜黑白講啊 我都不曉得怎麼回應記者 我說你做點功課 真的實際上拿我們的ID去測試 等到你測試完了做紀錄回來 報告給所有台灣的人嘛 要不然你們到底在做什麼 你的媒體不是要忠實報導嗎 實事求是嗎 要求真報導嗎 但為什麼沒有一家好好做呢 其實齁 我剛才講的獨家 我已經給了好幾家媒體 沒有一家結果沒有出來耶 你告訴我台灣有媒體自由 騙人 為什麼 我把真相講出來沒有人報出來耶 沒有耶 我講了多少真相 我今天只是舉個例子 有關於中華民國護照 在國外的海關刷出來裡面 沒有中華民國這四個字 也沒有ROC 都不是喔 因為國際上不承認你有中華民國嘛 沒有啊 所以你護照上面 不可能跑出出現中華民國四個字 你放心啊 也不會出現英文的Republic of China 也不會出來啦 那到底誰是詐騙集團 誰騙台灣人說真的是護照 現在知道了嗎 更何況喔 這個護照的晶片是 有所本的喔 它也不是憑工出來的喔 某一個國家 以他的account 來製作台灣 所謂的中華民國護照 那我現在講你們自己去查啦 要先大家一來先啊 你騎我的底我就騎中華民國底 看到底最後誰是詐騙集團啊 清清楚楚 反而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來 我們完全公開 公開到一個程度 公開到哪裡去 來 請上回到我們官網 回到官網 G7 來先到官網 先到官網好不好 Please 今天喔 非常有趣的事情發生啦 來 再回到官網 G7的一個部分 來 點到G7這個東西 欸 什麼叫G7 每一個國家有什麼什麼東西 領袖對不對 領袖是最大的嘛 一個國家最高的就是領袖嘛 全世界裡面最大什麼 世界的領袖嘛 世界領袖是誰 我跟你講就叫做七大工業國 他們中文翻譯工業其實不工業啦 七大領袖國家 全世界最好走 定世界遊戲規則的國家 叫做G7 G7國家裡面他們有一個專刊 來再往上提一點點 這個最近在伊勢島舉行的七國高峰衛衣嘛 你知道七國高峰衛衣在做什麼 來再往下我要看這段英文字 這個G7 magazine is for VIPs dedicates, diplomats and war leaders 是給這些人在看的啦 你知道嗎 這領袖在看的東西 內容一定是經過清清楚楚的篩選 對不對 不會阿狗阿媽的文章 或者錯誤的東西登上去嘛 因為這個某種程度代表一個權威性 相當高的權威 來再往下看一點點 所以在這個G7領袖會裡面的這本雜誌 雜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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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的發展是什麼樣 然後在看完這些全球之後 冒出來有一個82頁 台灣人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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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現在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他另外一個名字叫做台灣治理當局 來再往下翻一下 你看分到裡面80階 來看一下 就介紹台灣民政務 再往下走 來這邊寫 Self Determination and Fairness for Taiwan The Case for Changing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mbiguity Policy 再往下翻 美國要改變他過去的模糊政策囉 從現在G7之後 完全攤開來給大家看 全世界人都要知道 已經宣布了 有領袖宣布 全世界的領袖 宣布 台灣民進府 在這裡啦 那秘書長照片在這邊對不對 秘書長照片在這邊 讓中華民國那頂人 覺得很害羞 很刺眼 所以他要對付他 你看 紅樹柱的案件一直轉轉轉到民政府 又辦不了的時候 轉轉轉轉到他身上 所以最近還接到什麼 國稅局來通知 通知是什麼 在省稅啦 所有媒體有鋪天蓋地 省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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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簡單的解釋一下 民主長從2002年 從中國逃到台灣之後 就沒有再做生意啦 到今天多少年 2016年 幾年 十四年 就算他有好了 請問按照中華民國 所謂的中華民國的法律 超過七年了嗎 沒事了嗎 不追溯啊 是怎樣 現在又追溯啊 最近不是發現了好幾筆土地 是他的嗎 有沒有 國稅局來通知啊 你有土地怎樣 其實這件事情 已經處理好幾次了 我跟你們說 處理好幾次了啦 的確 有幾筆土地 問題是這幾筆土地是什麼 道路用地 所以當初 民主長在國際上追的時候 他說我全部放棄啊 全部捐給你們啊 法院就開始把它拍賣了 拍賣結果是什麼 沒有人要買 從號稱兩億多的土地 拍賣到幾千萬 都沒有人要買 因為沒有人 要去買道路用地 買完道路用地 沒有人要賺錢 賣到幾次 以外 你都要每年招稅 那是誰要去買 根據我所知道啦 民主長也過去在法院裡面 也跟那些法官 或者那些財政人員 說一句簡單話 我的問題都關出去好不好 都給你啦 完全不要嘛 只要有任何牽扯到他名下 全部出去嘛 那還會有問題嘛 全部都給完了啊 現在是身無分文啊 有一個問題是這樣喔 極度潦倒 就這樣啊 就有錢啊 就沒錢啊 那你去傳的話 多少次還是這樣子嘛 那既然這個案子 已經處理了這麼多年 那為什麼現在突然又冒出來 所以我一個合理的解釋 就是什麼 特殊的理由嘛 政治理由 因為它出現在G7上面嘛 那下面又給你一個大喇喇的幾個字 叫台灣Civil Government 我那時候講過 我們在社會上找總 名片 Messi拿出來 我是誰嘛 你好歹報上名來嘛 是不是 你一定要告訴人 我是誰嘛 任何人打電話 我問記者 請問你是誰嘛 因為最近喔 打我電話很多 因為我電話局已經公開在 現在大概全台灣人都知道我電話 我待會再跟人家 我電話引起多少的紛爭 除了媒體記者打給我以外 將近十幾家媒體 還有那些奇奇怪怪的人 打電話來冒充記者來問問題 還有從英國打來的中國人喔 從英國打來的喔 你看多扯 我首先第一句問他說 請問你是哪個單位的 請問你叫什麼名字 等到我求證 我會回播給你 我馬上就錄音 記者如果跟我訪談 不講要錄音的話 我會要求他 你要講清楚 到底要不要錄音 兩邊同時錄音嘛 到時候你給我亂點信 他告訴你 就是這樣 我沒說話 我不是這樣說的 你把我亂打 這也不可以 所以這也是教大家怎麼 對於媒體記者的採訪的時候 要怎麼樣面對 保護你自己的權利 那這是另外一個 他告訴你 你一定要 identify 對方是誰 你是誰 報上名來 你的直稱名字 我才知道我在跟誰講話 這個就是啊 他是誰 台灣民政府的什麼 秘書長 秘書長最大的嗎 沒有嘛 你知道秘書長沒有最大的嗎 我跟你講 可是這些中華民國體系 都以為他最大 這是他們的 他們認為嘛 他們說 喔這裡面 既然他的照片放在這邊 一定最大的 我們只要把他幹 這件事情就解決了 對不對 沒有啦 按照民政委裡面最大的 叫什麼 主席 台灣民政委最大是主席 他的名字叫什麼 不告訴你媒體自己去查 但是我可以跟你講他四個字的 人住在日本 你們要查到日本去查 這樣知道嗎 他們就一直在追啦 這個組織到底他要摧毀的是台灣民政府嘛 第一個 這個不是你能夠摧毀的嘛 不是你中華民國這體系的要摧毀的嘛 你裡面的法律找不到 我跟你講喔 說到中華民國法律才好笑 你說國稅局 上面是不是用一個國字 可以跟你講 中華民國國稅局對吧 請問你 中華民國是個國家嗎 他可以以國家的名義來抽稅嗎 不可以耶 我跟你講不可以耶 他的法源依據是什麼 他的法源依據是假設 假設中華民國擁有台灣耶 中華民國並不擁有台灣 那他憑什麼來一個國稅局啊 你要來這個來 我們就來追法律喔 國稅局是什麼 啊國防部是什麼 中華民國國 流氓政府 我們知道中華民國流氓政府在台北 Chinese Taipei嘛 國際上對你的定位就是流氓政府嘛 流氓政府可以有軍隊嗎 流氓政府可以搞一個國防部嗎 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他可以做的嘛 他可以對他的人民徵兵嘛 流氓政府徵什麼兵 怎麼可以徵兵 那說到這個更離譜喔 他不光是爭他所謂的中華民國的國民身份證的持有者 他還對美國徵兵耶 美國籍的美國人耶 不然你去問AIT 你去問AIT啦 做一個簡單的調查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面 到底有多少的美國人 哪個美國籍的喔 甚至出生在美國的人 因為他拿了所謂的中華民國護照之後 他就要去效忠中華民國 去當中華民國的兵耶 已經惡搞到這種程度耶 你要丟問題我們一起來丟問題 越大越大越好 其實喔 我跟你講喔 台灣民政府過去花了很多力氣 在做宣傳 在教育台灣人 都輸給我們過去一個禮拜所發生的事情 真的 我們花多少錢都沒有用 但是過去一個禮拜 而且還不是我們主動的耶 他們的intention 一開始整個新聞炒作的背後的目的是不好的 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結果居然是好的耶 你懂我意思 本來他拿這個鋤頭要砍我們 刀子要砍我們 一丟就變成一塊麵包 不僅打不了還餵飽了不少人 所以我說喔 做人不能做那麼嚴重 老天爺在看 你要壞的動機來的 到最後會變成好的結果出來 而且你當初預料不到的 你中華民國要來處理台灣民國 高布亞你會發覺越陷越深 而且往自己的身上扔石頭 及早結束中華民國在台灣這一套謊言 我剛才講嘛 因為媒體的訪問 因為這些所有事情的報導 台灣人開始aware知道這件事情 不僅aware 下一步就是更了解什麼叫台灣民政府 外公我們報上 我在記者人面前報了好幾次 大概只有一家報了 我說我們是按照 那全名叫做 台灣澎湖列島美國民政府 這名字已經搞出來 如果懂得國際法戰爭法的人 的律師 你就知道當我把這個名字講出來 已經把我們的定位講得很清楚 這個不是任何一個團體可以慶菜公共的 所以我們說我們發行的叫做旅行證件 目前還沒出來 你憑什麼說他詐騙 都還沒出來 ID已經出來了 也證實可以用 對不對 我們連法案都通過了 持有台灣民政府的身份證 代表什麼意義 都定義得很清楚 所以他們針對於林芝生所做的攻擊 就算他 他算是幕僚長 秘書長就等於幕僚長 幕僚長不是很大 真正做Decision Making 是後面的主席 Chairman 對不對 以前他們不是追到成長 現在現任的呢 你怎麼不追呢 就算Chairman有的人 這個案子還是存在 不會啊 他們認為因為你的媒體怎麼樣攻擊 他就不存在嗎 不會啊 我們事情一樣進行 來回到首頁 我們話來講 因為在G7 先回到下面 再往下面 我有一個連結 OK這個連結 按進去 來按進去 會很有趣的 來我們先看這一張 先看這一張 這是介紹我們的嘛 對不對 全跨頁的 可是他的前一頁是什麼 我往前一頁走一下 前兩頁回到那個 來來來 你往這邊先看 再往前一頁 來 他的前兩頁是什麼 The Profiles of G7 Leaders 他是在介紹 G7首領會議裡面的不同領袖 背景是什麼 來 安倍 加拿大總理 來下一頁 來下一頁 法國總理 德國總理 梅克爾 英國首相 意大利的 然後這是歐盟的兩個主席 一個是 Consul President 一個是Commission President European Union 最後這是美國總統 歐巴馬 那這些總統 一翻到雜誌一定會很想看看自己在哪裡 對不對 看看人家怎麼介紹他 翻完以後再下一頁 Hangry 翻 再翻 就看到我們的林志森秘書長照片在這邊 Among the Leaders 這不得了耶 台灣人在過去70年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 沒有啦 沒有啦 沒有台灣的名字 Republican 絕對不會出現在任何的國際媒體 我跟你放心 100個辛勞 不會出現 但是台灣民政府的logo 有沒有看到 我們秘書長的照片 都出來了耶 領袖講話 村的要抵人 都要聽得懂 因為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 是一步一步的 按照計畫再進行 請翻到官網 我們的計畫是什麼 下半年度 我們再加入了G7之後 我們有年度計畫給你看 我不怕你們看 你總共民國體系下 所有的情資單位 所有的國安單位來查查看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來 2016年 這是我們台灣民政府公告喔 下半年 台灣民政府國際發展行程 來出來給大家看 這不得了耶 連我們要做什麼事情都跟你講啦 好一個 July 1st Begin production of background information to provide the embassies to include custom design pocket folder biographies of Dr. Lin and other key TCG personnel state sheets talking points optic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we will also create a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based on the folder and its content and draft a letter of introduction and meeting request 這是7月1號 我們會做的行程 這是8月1號 你們給你去看 9月1號我們要做什麼 10月1號到10月到11月我們會做什麼 12月1號我們會做什麼 做什麼 簡單跟你講 G7 國家把我們介紹進去 對不對 G7雜誌一出來 表示你 Hazimemaste Douzo Yoroshiku 我們進來了 G7 進來G7 G7做什麼 一旦介紹 你就要follow up 你要跟上去 你就要拜訪各個 大使館 跟你們介紹說 我們是台灣民進府的人 現在要來這裡 跟你們拜訪 請你來吃飯 我們會開一個盛大的宴會 在美國華盛DC 邀請各國的外交官 做席 大家來吃飯 我們的官員也會面對面交談 台灣 台灣自己到底 中華民國裡面 是什麼人 會去想到這種事情 是誰有資格 沒有 你就過進美國 人家也不理你 但是我們可以要求 7個國家 7大工業國 世界領袖國家的代表 外交官 大使 來到我們的餐桌上面 跟我們一起吃飯 就大了嗎 台灣人不必有這種事情 歷史上最大的事件 然後我們計畫時間表給你看 中華民國你要來破壞 趕快來破壞 來破壞啊 你還能破壞什麼 除了搞那個小動作 要搞什麼稅務 最好這樣搞 如果這樣搞 我們最高法院 法官再問說 Roger Lin 跑到哪裡去啊 我說 去給中華民國關起來 他 對不對 不然你來搞 你來抓看看 欸 居然 被告 把原告給 拘禁集 來了 被告 這個案子 已經是國際公開的案子 美國清清楚楚 眼睛筋筋筋筋在上的案子 你中華民國這段公的 情治單位的人 還有什麼國稅局這些傻瓜 完全沒有法源依據的團體組織居然敢下手 你們也有一點國際觀好不好 看世界到底發生什麼 離開台灣去看世界在發生什麼事情好不好 我已經跟你講嘛 國際上我們會做的一步一步 都已經形成完全公開給所有的台人 我們要做什麼事都跟你講 事先講 時間到我們就去做 你也破壞不了 就這樣子 你沒有那個材料啦 挖後腳有啦 台灣人就是這樣 最厲害的挖後腳啦 見不得人家好啦 對不對 你台東也是一樣啦 國民黨在那邊講啦 台灣人你到底可以想什麼東西啊 好不容易台灣人可以在全世界 欺負國家裡面揚眉吐氣 你抽什麼後腿啊 我跟你講以後會有轉型正義 現在所做的每件事情 我們都有一個特殊單位在做紀錄 我只是發言人而已 但是我知道 就我所知道 側錄 媒體側錄 包括你的任何的單位所做的事情 我們全部有紀錄啊 很快喔 這時間不會很短喔 照理說啦 你們打那麼多次打不下來 就表示我們比你強嘛 既然你打不過人家做什麼事情 加入對方嘛 到五個月就用耳軟去擠石頭 你自然知道民政府是站在站在那裡窄窄窄窄 你眼睛放亮一點 該做什麼事情你會知道嗎 你看媒體炒作的一個禮拜 鋪天蓋地各種方法都來 結果是什麼 不了了之嘛 不是嗎 你要來暗算的嗎 你可以暗算幾個月 台灣民眾民眾都發你都罵耶 今天換了發言人 還是另外一個發言人就站上來啊 還不是一樣 美國做事情 怎麼是你可以這樣子 一個人拿掉就解決了 我們不是人制的 我們是法制的團體耶 你不要到時候換了另外一批人 比我還糟糕 很兇的 你們就是吃不完都熱著了耶 我們算是很nice的一批人在這邊 對台灣人在說話耶 真的我們現在是鼓掌台灣人 想辦法說服台灣人 趕快來認識法理 認識台灣民政府是什麼 這是grace period 在這段轉接交接期 我們希望他很平穩的度過嘛 那是平穩的如何平穩度過 就透過雙方的understanding 怎麼去了解台灣民政府 你們要學習啊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體系的 Chinese Taipei 你也要學習怎麼當一個Chinese Taipei啊 以後還要再待下來的啊 你難不是拿石頭 把自己的後面都全部圍起來嗎 要想清楚啊 因為這已經是個大趨勢了嘛 大趨勢 當然不是很會看細邊嗎 這細邊已經變成這樣 你還看不見嗎 好啦 我該講的講到這邊 現在繼續我們進入下一個階段 回到我的powerpoint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已經reveal了 不是revealing 現在已經reveal了 盒子的蓋子已經打開 讓台灣人知道 美國軍政府已經在台灣 成立了台灣民政府 什麼叫民政府 就是被占領地區的百姓 所成立的民視政府 一旦講到佔領地 也就是說美國已經承認 它就是舊金山和平條約底下的 第23條A裡面所講的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就是台灣這塊土地的主要佔領全國 什麼叫主要 principal是什麼意思 他說話算話 不是在中華民國的那裡 黑白人說的 他說話算話 舊金山和約既然有效 台灣就是台灣 美國就是台灣這塊土地的主要佔領全國 既然是主要佔領全國 美國就按照戰爭法 國際法來處理這塊土地上的所有問題 所以他就會成立台灣民政府 既然去完全按照戰爭法再進行 那佔領不宜轉主權 你們都學過啊 初級班都上過啊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啊 所以你中華民國不可能就地合法啊 你林全在講什麼中華民國在台灣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啦 既然說做不夠就做不夠 不可能就不可能就是這個意思啊 中華民國不可能就地合法在台灣啊 中華民國也不擁有台灣這塊土地啦 你宣稱歸宣稱不會是你的 任何土地的轉移買賣一定透過產權交易嘛 就是條約嘛 treaties 我不管你什麼proclamation 宣言宣告 最後都是用條約來解決戰爭之前所有的宣言嘛 對嗎 跟事情敲黑白嘛 就是透過白鎖西黑的條約嘛 那這個條約裡面已經把台灣定義得很清楚 就有一些搞不起國際法 搞不懂的律師也要寫一篇文章 你好歹也去看究極端和平條約裡面到底是怎麼寫嘛 先研究完了再寫文章 要不然就凸顯你律師對國際法戰爭法 究極端和平條約的無知嘛 這很白的啊 台灣人不知道啊 看到這個報紙下好像是真的 似乎說沒有一個人真的去查證 所以我這也凸顯一個事情 台灣人真的不夠人啊 包括群職單位 所以麻煩今天晚上就把我們的那個 下半年度的行程表翻成中文 自己去研究研究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會一步一步的逐項去進行 然後 台灣民政委在這邊齁 完全是根據這三個 Based on fact 基於事實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document 根據歷史上的文件 第三個 Abide by the law 我們遵守法理 在做每一件事情 下一張 有些人說 你台灣民政委來是要做什麼 第一個 我們的功能已經受限於 戰爭法 也受限於 舊金山和平條約 所以任何不是這個以外的宣稱 都不可能講的 我們只能按照我們的位置 講我們該講的話 我們只管誰 所以外交不是我們管的 所以軍事不是我們管 那誰管 當然是美國啊 美國你把我占領 當然你就要替我做兵啊 戰爭法規定 你的百姓不可以去當兵了 你中華民國是在搞什麼鬼 把台灣人抓去做兵 欸我們身上的愛 已經告訴你 我是誰 你還抓我去當兵 你死了欸 以後戰爭法庭裡面 一定把這些 當初把台灣人叫做兵 那些人全部叫出來審判 因為你違反戰爭法 戰爭法裡面 包括喔 你不可以改變我的語言喔 不可以改變我的生活習慣喔 不可以改變我們的社會制度喔 你每一行做得到 包括你現在的教育部裡面 實施的課綱都是問題 你是把中國人的思想跟歷史 強租於被佔領地的百姓 大日本帝國的成名 違反戰爭法啦 猶太人在1961年 已經通過這法案 什麼叫做違反戰爭法 什麼叫做種族滅絕 定義的清清楚楚的 包括把小孩子送去給對方的 佔領者下面去受他的教育 你基本上給人說話 錯誤他的 就是扭曲他的認同 那形同叫種族滅絕 什麼台灣西巴尼的歷史 胡說八道 這就是民進黨在講的嘛 台灣怎麼四百年 台灣人四萬年 上國我初級班都知道嘛 台灣的歷史是西巴尼 不是西巴尼 西巴尼叫做漢人的 來台灣 台灣要把你洗腦的歷史 其實說到沒有漢人嘛 那時候叫做大清帝國嘛 哪來的漢人 他不是漢人啦 他是女真族的人哪是漢人 對吧 大清帝國統治台灣百歸尼嘛 這個就不是我要講的齁 好啦 那在這樣的 framework 在這樣的 究竟我們和平條約底下 這個架構底下 台灣民進入要做什麼 How TCG deal with the past 我們對於過去我們要做什麼 第一個 把我們真正的認同 拉回來 你過去台灣人去洗腦 洗得不知道人 對不對 現在叫做 你說你真正是什麼人 我們是佛摩山 佛爾摩山 這個島上面 住很多代的人 然後後來我們的國籍是什麼 大日本帝國 那都在歷史上啊 我們是日本人啊 乳甲包飯的日本人啊 說我是皇民 那是適得其所 那叫做漢人 那叫做漢人 本來就是我的命 叫我是中國人 才是漢人 那不是 你說我是中國人 你才是侮辱我 佛摩山 What are We are the subject of Japan Emperor occupied territory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 天皇的臣民 現在是戰敗 處於被佔領狀態 occupied territory 在誰佔領狀態 美國的佔領狀態 這就曾經啊 這例子是時候 如果要攻擊台灣民政府 一定要在法理上攻擊我們 我已經講過 你講的也沒有用啊 打拳頭打到棉花一樣 因為你胡說八道 所以打不到重點 我跟你講重點就在這裡 要透過法理打台灣民政府 就像我們透過法理 去告中華民國一樣 中華民國是被告 再講一次 中華民國現在在美國最高法院 叫做被告 我們叫原告 我們告他們 任何被告對原告 所採取的任何的動作 我們都提交給美國法院 視同於對我們的騷擾 你知道嗎 講得夠清楚了吧 你們這些單位 還沒有搞清楚嗎 所有都是紀錄下來嘛 你把我傳票 還是做什麼 對外民政府的每一個成員 做的任何事情 都列入紀錄 提供給法官做參考 你中華民國還不怕嗎 還搞不清楚狀況 I will see in exile Identify them and put them back to where they belong 我們怎麼去對付我們的過去 這是過去 然後現在 Current situation 然後Future Past的話 就是我們把這個 中華民國流行政府 把你認出來 把你認出來 不要讓你在騙 你對詐騙集團 我就把你認出來 哪些人在詐騙 利用什麼方法詐騙 你的手段是什麼 你影響層面所及是哪些範圍 這就是把ROC 流亡政府 所以它叫Chinese Taipei 改不了 你加入WHA裡面 人家給你邀請函 你不去復約嗎 你去復約 上面用什麼名義來復約 門口的警衛問你 你是誰人 我就說邀請函 他就說 那你是不是就上面講那個 叫做Chinese Taipei 是啊 上面叫做Chinese Taipei 全名叫做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後面不寫下台灣喔 流亡政府只能流亡在一個城市喔 所以流亡在台北嘛 說得很開心 出國之前信誓旦旦 我告訴你 其實中國 我建議他們外交部 也不用擔心 邀請人一發出去 叫你叫Chinese Taipei 基本上中華民國就是一中政策底下 被你套得牢牢的死死的 不用再強調了 對不對 叫Chinese Taipei 就是一中政策底下 我們也支持一中政策喔 哪有兩中 全世界只有一個合法的 代表中國人的政府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支持 那問題是 全世界代表台灣的唯一合法政策 叫做台灣民進府 台灣人的政府 這旗子抓起來了 那現在叫什麼 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體系之下的嘛 所以他只能當觀察員嘛 附屬在他下面 所以台灣民進府也可以出去 我們也可以參加WHA 所有的國際的組織 只是我們是附屬在美國底下的觀察員嘛 最近聽說要重啟第一案 第一案是說 如果 這個案子如果下來的話 我們可能司法部 給法院重啟第一案的意思 台灣這塊土地是你美國的佔領地 所以我們被視同為美國的國民 nationals 不是公民喔 有點像伯多黎克 是視同為國民 所以既然是國民 我們就可以拿美國護照 你知道嗎 是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不知道 最好的前提 怎麼發展我不知道 但是旅行證件 不會受到美國護照的影響 旅行證件是證明我們的身份 我們是被佔領的百姓 我們拿的就叫旅行證件 就跟琉球那時候的 所發行的旅行證件一樣 那我剛才講 台灣澎湖 美國民政府 台灣澎湖 所以把簡單加起來 就是台灣民政府 這就是我們的名字 內行的 懂得法律的 當我把名字報出來 你就知道我是誰 這個沒辦法糊弄的 這也不是你流亡政府 可以處理的單位 也不是你在台灣關係法底下的 台灣治理 當局可以處理的單位 我們上面是叫做美國軍政府 再上面叫做美國國防部 再上面叫做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就是台灣 這塊土地的佔領者 你知道嗎 這是我們的 command system 我們的命令體系 你不可能跨過你的命令體系 就是美國國會裡面 跑來這邊 執行你的事情 不可能啦 你可以試試看 但是結果一定讓你很糟糕 第二個 How TCC deal with current situation 我們怎麼面對目前的情況 Lawsuit against USA跟 ROC 所以我們現在的確這個案子 已經上到最高法院了 你如果是假的案子 不可能上到最高法院啦 不可能啦 任何東西 我告訴你 政治是把事情搞模糊 比如說政治啊媒體啊 都是在政治圈裡面 但是法律這種東西 是把事情釐清楚 你不可能拿假的東西 拿來法院 你要找死啊 你自己在找麻煩 對不對 法院一判決結果 行政部門會執行 台灣民政務這個案子 非同小可 它解決的層面是multi layers 不是你目前檯面上的人 在中華民國體系下 可以了解的 我們只是一步一步跟台灣人 慢慢給你知道更多而已啦 所以呢 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對於目前 我們的責任就是 persuasion 透過順序的方式 means achieve our goal 那目標是 台灣民政府 將來就是台灣這塊獨立的 治理當局 統治者 統治的單位 民事方面啦 OK 軍事是美國軍政府 但是呢 我們要透過說服的方式 讓台灣人 過去去用 say now 拉出來 回到法律層面 去討論我們每天的議題 讓台灣人 回到邏輯思考 回到根據事實說話 最近很多控告到最後不了了 這是為什麼 無所本嘛 你要控告要有所本 based on the reality 你可以去告嘛 沒有的話 最後 在美國這種誣告是很慘的 黑白給人告 結果是你很奇怪 律師也不敢亂告 那叫無效訴訟 solution from without 從內部 我們對台灣這塊土地的 內部的百姓 我們說服 這美國要求啦 我們每一週在這邊開課 不管學生來的多少 我們都一直在講 而且全部做成紀錄 我在這邊講課也要很小心 不能亂講 要不然又是被換掉了 什麼叫做美國軍政府底下民政務 就是說 你 我不需要尋求台灣人民的認可 你弄錯了 我今天在這邊做事情 你不認同怎麼樣 點的不重要 你認不認同 到時候洗稿你有災 反而是我 我比較擔心 因為我後面是 給我下命的人 要我這樣講 我如果沒有照他講的 就去講 首先被換掉是我 不是人民換掉我 也不是人民把我選出來 當這個位置 你不要搞錯了 我們是從上而下的組織 不是從下而上的組織 再講一次 我們從上而下的組織 不是下而上的組織 下而上就是現在中華民國 選舉人民最大 發假的 人民人民就是媒體 媒體就是 把你罵之後你要下台 沒有 我沒有來這裡 我是軍政府下的民政府 我的命令 美國軍政府給的 我能做什麼 不能做什麼 我告訴你而已 就這樣 知會你 告訴台灣人是這樣 你要信不信 去哪裡 現在是內外夾擊 內部告訴你 到底是什麼 你還聽不懂 外部 G7給你簽名蓋章 給你印記 給你授權 給你拉高位置 把你拉高位置 一拉 非同小可 過去台灣人想說 最大就是聯合國 沒想到聯合國 還有一個VIP club 叫做G7 G7 設定的意義 接下去聯合國會跟著 那個才是最大的 連俄羅斯都被踢出去了 因為它不守規矩 中國 人家說 中文為什麼不在裡面 差遠了 中國連個自由市場都不是 歐盟就否決它是 台灣人因為長期來被鎖在中國 我們的觀念 我們的思想都鎖在中國 你用的語言也是中文 所以你以為中國很大買 不是的啦 G7 是在制定全世界遊戲規則 所以透過在海牙的案子 告訴你南海不是你的 中國也知道 它知道它欺負 什麼歷史主權說 賣了一頭 哪要歷史的話 中國以前是蒙古的 對不對 你要不要回到蒙古帝國裡面去 很好笑 那為什麼你的時間來算 對不對 所以在法庭上面 根據的是國際法 戰爭法 分照國際共同大家遵守的規矩 這個世界才不會亂 中國在還沒有宣布 以前跟人家講說 不管結果好壞 我都不承認 真好啊你不承認 所以希拉魯也提前講 你不承認的意思是什麼 表示中國要行使國家的 所謂的 你們可能聽不懂 中國要行使這個 他們自己的國家的主權 主權就是沒有比你更高的意思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主權喔 就是你對自己這個人有主導權 請問你 你的主權跟別人的主權 互相衝突的時候怎麼樣 就是戰爭嘛 就是戰爭 所以希拉魯也幾年前講過一句話 你中國你可以不要玩國際法律 不按照法理來 可以 但是你要有足夠的實力 來建立你自己的遊戲規則 你有沒有實力啊 那我怎麼知道你有沒有實力 小趴啊 打一架就知道誰贏誰輸嘛 誰來 你比較老大你來做啊 你來定遊戲規則啊 但是你打不過之前 你就按照我們的遊戲規則玩啊 你要另立可以打一架啊 所以現在 欸 所以現在 這個不就都一起來了嗎 我不是給你們看 那照片實在是超級有刺激有好看的 欸我那個 在這邊啊 是不是 所有的亞洲 欸最近不是第三艦隊 美國的第七艦隊有一艘航空母艦 美國第三艦隊有四艘航空母艦 四艘航空母艦 兩艦跑來亞洲 加上之前的那個福特號 再加上法國的 欸 四五個航空母艦戰鬥群 五六百艘軍艦 幾十萬人在亞洲 欸嚇死我了欸 這些都戰雲密布欸 一觸即發欸 現在兩邊的那個 那個 互相 夾夾夾夾夾 你覺得會不了了之嗎 不可能啊 一定怕欸 只是一開始開戰不會打多久 因為現代的戰爭跟過去不一樣 最近不是出了一張照片蠻好笑的 他們的瓦梁隔號 瓦梁隔號 瓦梁隔號 沒有 廖寧號 他們出了一張照片很快就被拿掉了 就是他們的 那個 航空母艦上面有那個 跑道的痕跡 那個輪胎 煞車痕跟起飛痕 就是飛機要起飛跟降落的時候 都會輪胎摩擦到甲板 會融化嘛 橡膠會融化嘛 就黏住在上面 因為他們要練習起降嘛 因為他們沒有那個 說到拍照喔 美國的航空母艦上面 不會給你看到任何痕跡的 一張馬上洗得乾乾淨淨 要不要影響飛行很危險 會滑溜滑溜的啦 如果下個雨那更危險 中國飛行員都要玩命 好像表演特技表演一樣 像他們玩幾個輪子幾百個人 坐上面一樣 差不多一樣意思 但是他也非打不可啦 說到拍照 中國非打不可 為什麼 他裡面現在矛盾重重 一定要打 打對他們來講還有一個機會 不打完全沒有機會 打了還可以一搏 搞不好會贏 不打的話 等著經濟崩盤 因為他裡面已經過去 這又講到經濟啦 這又講到經濟問題 那今天時間的關係 好啦 我跳著講好了 我跳著講好不好 對 贊領者就是復習啦 我們回到剛剛那個最前面的 先把這講完 Solution from without 过去我们在前面这段花很多时间 可是还来不及这个的效应最大 因为他们 我们在做前面两件事情的时候 台湾人还在怀疑 你这有硬是没硬是真的假的 结果G7认真一出来 马上开国安会议 过去还没有针对台湾民族 做过这么强烈的攻击过 我说过嘛 在两个礼拜前 我宣布G7登出我们之后 是不是国安会议结束之后 我们台湾民族会面临 前所未有来的媒体攻击 但是你也不用担心 我跟你讲 通常媒体的攻击是最后一道防线 就为什么 就好像伊拉克政府以前 海山政权 对不对 他怕买书啊 只有靠他那个宣传部长 有人在说话 当然啦 不管怎么样再进行 这个G7的认证 是对台湾民族会有一个决定性的影响 你会看局势的人就知道 就是他已经进入台面了 国际的舞台已经出现了 出现了哦 全国际性的舞台 已经出来了 走不去 那个名字 那个照片已经登出来了 有不得理台湾中华民国流氓政策在搞什么鬼 没有啦 然后接下去 How TCC deal with the future 大陆民进队 大陆民进队 除了知道我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还有想象的空间 我们这群人不是简单的 我们里面很多高级知识分子 我跟你讲 我们后面有很多很大的团队 今天我只是站在这边其中一个人而已 我们介绍过嘛 你们大多认识 我们有很多从美国回来的 拿哈佛耶尔的那种博士的在里面啊 我们有很多智库耶 我们后面人才记记耶 所以才会有这么完整的 前一阵子那个 有些特殊单位的人来研究说 那里面的人呢 这个他从来没有看过这种组织 里面的人对法理这么清楚 是啊 我们都要考试啊 每个人都要考试啊 考试通过当郡守啊 每一个都可以回答你问题啊 不是只有我啊 今天谁都可以当发言人呢 只要知识以上都足够资格去回答你的问题 TTP 我跟你讲喔 台湾民政务上来之后 我们会提供一个 stable government 非常稳定的政府 为什么 因为我们用的法律 跟现在中华民国体系是不一样 我们是战争法底下的民事政府 还捆换耶 有点可怕耶 因为我们是从上而下 要维持台湾这地方秩序的法律 当作背后来给我们执行 我们所有有关于台湾这块土地的法律 已经写好了 叫做公民权利法案 我们还有台湾基本法 如果媒体记者要做功课 请上网打台湾民政府基本法 台湾民政府公民权利法案 为什么我们可以发放 我们怎么定义 什么叫做台湾民政府的人 什么叫做台湾这块土地的地方 我们都定义得很清楚 有哪几类人 那这几类人要怎么样组织 怎么样建构 怎么样的社会 都定义好了 而且几年前 我们已经通过参议院 众议院的开会通过三读 这就完全按照法律一步一步在进行 不是经济公共的 所以他们看来会吓一跳 你们还有基本法 你们还有公民权利法案 我说老早就有了 你怎么知道 你认为呢 当然是美国在指导之下 只有先进国家可以指导我们 台湾民自己在那边搞自己台独 什么都搞不出来 我们位阶太低了 我们从以前到现在 都是被占领地区的百姓 那你在办什么 真的我们什么都不懂 我说得太厉害了 你人龙生拿的旗在黑白龙 那几个青鸡也不好 现在还有台湾人 透过这次蔡英文的 什么所谓的旧职大典 还来吸金的 挂着台湾人的旗 还来收钱了 台湾人还有一个人来 经费不足又来收钱 五人再去关 台湾民政府 台湾人的政府已经出来了 叫做台湾民政府 旗子已经出来了 provide stable government capitalism 一直看到TPP 以后台湾 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不用以后 从以前到现在都很重要 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美国拿到手上的 会轻易放弃吗 不可能 但是我们对于我们的未来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台湾人要准备好 面对未来的世界经济的变化 重新定义 最近不要吵 英国要推出欧盟的事情 这只是小事一件 以后有几个大的经济区块 化出来了 其中就是TPP 在这里面我们的游戏规则 跟其他的经济理不关 我们最高的标准 the highest standard of 整个economic system capitalism 就是什么 完全的自由的市场 公开的竞争 没有关税 资讯透明 言论自由 人权注重 各方面给你做到 没有什么台办 什么买办这种身份 跑出来了 过去中华民国就要玩买办 你要把台湾做金利 透过这几个家族 透过这几个银行系统 没来这一套 我们真的有这么聪明吗 不好意思 就是有人比我们聪明 告诉我们要这样做 你看 democracy based on law 我跟你讲 台湾民政府出去外面 只跟你讲一件事情 我们是 abide by law 我们是遵守法律的一个团体 我们凡事讲法 什么事情 做什么事情 都有一个法源依据 根据那个法律 产生的组织 也就是未来 台湾要进入国际社会 所需要的东西 play international law by their law by these community 里面的law 我们遵守我们遵守国际的法律 没有在搞什么区域性经济的 没有在这个 不是自己大猪大猪 我突然要想南进 民进党 我没有南进 你亲在公公 南进人家要接受你 我们突然要西进 这不是你说的 你的经济政策拿出来 端出来是笑死人的经济政策 因为现在世界上的经济 是各个国家之间的政治角力的结果 你才分到这个东西 你台湾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你是凭什么跟人家上谈判桌 去谈任何东西 任何的组织都无法加入 因为不承认你这个单位 不会跟你谈判的 你也没有资格上谈判桌 连邀请函都不给你 像最近南海案的 会轮到你中华民国 邀请你来问问题 你宣称宣称你的 你什么都没效 再来 台湾这个土地 一旦我们讲究竟和平条约 只有两个 就是占领者跟被占领者 这样而已 你如果不用这个来看台湾 你会没什么 你会搞不清楚 族群融合啦 这边有的没的 我跟你说 中国人最爱来的这土地 就是王爷 王爷给你党化 你台湾人的自我认同 我们都是前后先到 有人以前来 有人以前来 胡说八道 只有1949年来那些人 中国难民嘛 你不讲难民 要讲什么 你告诉我 叙利亚难民在欧洲 不是吗 他们是叫难民 是啊 你离开你本来国家土地 跑到别的国家去流亡 不是难民是什么 你要我给你一个什么尊称吗 对难民有尊称的吗 你只有这个名词嘛 要不然你建议一个新的名词 你会讲说流亡在欧洲的叙利亚农民吗 你怎么笑死人 你是谁就是什么嘛 你就流亡政府就是流亡政府嘛 你是难民就是难民嘛 国际上给你的名称是清清楚楚定义出来的嘛 你又怕民主没有 你又怕民主要 不好意思 你就是难民 这是事实 你又建议回去中国 你就不会丢脸嘛 那是你本来的国家嘛 你为什么要流亡呢 现在中国不是很强吗 那回到中国去当 你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啊 那台湾在干嘛 是不是 不要偷我们的名字嘛 对不对 你说当初是美国 你去找美国嘛 是美国帮你送来 就请美国帮你送回去嘛 你应该找美国嘛 就这样啊 我们是在讲法律上的事实 我们没有要做任何的 多于法律上名词的定义嘛 我刚才讲到现在我们在骂人 没有啊 你每个名词里面有没有骂的成分 没有啊 这是国家定义啊 Refugee嘛 就是叫难民嘛 要不然要翻译什么 是不是 他们要美化嘛 叫农民嘛 不合理啊 因为英文上没有叫农民这个词 honorable refugee 不很奇怪嘛 聋龙的难民 呀 好啦 占领者 这个就是上次跟你讲 占领者可以站多久 水在衣 美国要占领台湾多久 不知道 他高兴 他要永远站下去 你也没办法 我们是被占领地的百姓 我们只能要求什么 我们只能要求在战争法底下 基本的人权 你不可以改我的国籍 你不可以叫我去当兵 我们就死巴着战争法里面的保护不放 你才可以回过来要求美国 你知道吗 即便我们要求美国 我们也是 仰赖人家的恩典 我们已经告很久了 上G7也是最近的事情 前面那段时间 我们台湾人也熬得很辛苦 很多人在这边上课 也上了十几年 没有十几年了 没有十几年了 也很久了 中间起起落落 台湾民族 怎么给人冲土 我们也要忍受这些风风雨雨 台湾人就是要坚持 好加在 秘书长给我们刷 一定要走法里这条路 你如果走出去离我们死 果然没有错 走出去都死了 所以回到法里 我们才能跟这个占领者 求 起码的人权的保护 当我们把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份 是什么的时候 过去用错误的身份的时候 以为自己是占领者 你加入占领者 要去做占领家的时候 你就参与了 因为他派了一个代理 他派了一个代理来骗你 台湾人家 这代理者就是要把 我那时候讲过 公司请了一个经历 替你赴公司 如果你的经历很厉害 做生理 我恨不得你一辈子做下去 你儿子也带来 你帮我赚钱 我董事长 你帮我赚钱 但是有一个条件 如果你做不好 我会叫你走路 什么样 那是叫做条件的限制 不是时间上 时间没有限制 但条件上我给你限制 什么条件 你如果欺负我的工人 我当然叫你走 对不对 第二 你帮我赚十块 你帮我補两块 你夭壽了 你一定要走 第三 你把公司吃掉 我还会留你这个机理债 一定马上叫你走路 我还要告你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现在的情况 中华民国要在台湾 就要做这三件坏事 欺负台湾人 违反战争法 欺负台湾人 害得美国要背负的 违反战争法的罪名 叫台湾人去当兵 头一条最恶劣的东西 第二 透过军购的案子 在骗台湾人的钱 他在买武器台湾在入籍 透过抽税的方式 被占领你的百姓 不用交税的 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会去缴税 因为你要做中华民国人 你拿国民生分装 乖乖的时间搞得去缴税 不然他会给我抓 没有错 但是你台湾人的觉醒的话 这件事不能做下去 我们已经在法院上告 第三个 他要就地合法 就是要把这个东署上的土地 主要占领全国 美国的土地给他吃下来 变他的 美国会安准这件事情 就算你国务院想办法 再帮他们也没有用 就算 我不说真的 你在玩模糊政策 搞到人家就把它当成真的 过去台湾人真的相信 因为你国务院每次官员都在说 我们支持台湾的民主 台湾哪有民主 国务院官员你拜託好不好 台湾哪有民主 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 占领者跟被占领者 怎么可以合在一起选总统 那哪叫民主 民主是什么 同一个国家 大家有共同的利益 大家来选举 因为意见不同 可是利益是相同的 因为你是同一个土地上的人 占领者跟被占领者 是利益互相冲突的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去选举呢 就好像 美国你怎么不跟俄罗斯做一个选举 算你的总统是谁 是好笑 是不是很好笑 对不对 中国你怎么不跟印度做一个选举 搞一个民主制度去选举 来决定未来是谁 不是这样的嘛 他们是相敌对的国家 不可能混在一起 所以台湾我们的敌人 是中华民国 他们是真正的 真正的 真正的比真正的 人之后去选总统 怎么会有民主 这只能叫民主 台湾既没有民主 也没有媒体的自由 我就跟你讲 一开始我就讲了 从最近的这些媒体的操作 我讲实话 没有人要报 选择他部分他要的 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那哪叫做媒体自由 如果媒体自由的话 我们上G7 这种大新闻应该头条头 台湾民政府第一次上了 G7的官网 或者官方的专刊 第几页 介绍完七国领袖以后 马上介绍台湾民政府 这个应该出来了嘛 加入一个WHA 就派一大堆记者随团去访问 我们去G7 怎么不随团访问 我们去美国开国际记者会 一定怎么不随团访问 太多过去台湾民进户 在国际上所做的事情 台湾民都不知道 完全死 不知道耶 靠柯林 那这是要媒体自由吗 你媒体有没有良心啊 这种媒体我要怎么回应呢 难怪我那边找出来 那胡说八道喔 好 再来 台湾民进户 在过去的教育里面 帮我们抓出两个很重要的主軸 一个是你到底是什么人 truths and facts 我们是四万年纪 都爱这些的佛摩山 好来并做大日本帝国的 第一次建构台湾主权 是大日本帝国替我们建构 1945年4月1号 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在台湾 从此以后 台湾并做大日本帝国的臣民 确认国籍无物 不会被剥夺 这是人的基本权利 一定是你的国籍 不可能被人家剥夺 所以陈宜的行政命令 对台湾人的国籍无效 但是问题出在台湾人去相信 懂我意思吗 因为我们在告到美国法院的时候 跑出一个很有趣的事实 美国的法院居然说 当初陈宜的行政命令 下命令的是谁 是南京政府下的命令 那就很好笑了 南京政府 一个另外一个国家的政府 可以下命令 换掉另外一个国家人 全体的国籍吗 可不可以 中国下命令 叫美国国籍都换掉 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啊 所以台湾人国籍会被换掉 没有啊 但是台湾人认为被换掉 那就很好笑了 你是不是要走到事情的源头 所以你现在身份证是假的 真正诈骗极端是中华民国 是流亡政府的啊 这整套系统啊 但是你没有在法理上 如果美国人没有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还是不知道啊 还是不知道啊 只有在位阶比较高的国家 告诉你 落后的地方的百姓 去哪里再穿起来 现在是台湾人 你到底 都讲这么白了 还听不懂吗 另外一个 law and logic 就是透过法律 跟逻辑思考而已嘛 台湾人缺了 这两个都没有呢 都灰烈了呢 所以我再来讲历史 故事的人听 西班牙是大都王国 日本西班牙人殖民地 后来变成 主权独立国家 大日本帝国嘛 这叫永久性的系统改变嘛 出的中文 这都是暂时性的嘛 那里面我们出的 就是愚虐 不愿意改变 就去做前例是台北旗了嘛 对吧 去做参政总统嘛 对吧 所以现在台湾人在这 我们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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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的后代 有一个人 去洗脑 洗到自纳脑 思考方式 用自纳的历史观 来看 所以这边 现在想办法说服他回来嘛 如果坚持要走过去 我们也没办法 因为最后 来 麻烦放一下 我们前面官网的那段影片 宣传影片 在美国帮我们做的 那时候我看到美国人帮我们做一段影片的时候 我就想说 台湾人说到整半部 说到很久 人家不到三分钟的影片 就把你解释清楚 有厉害吗 真的人家美国人就是厉害了 来看看 台湾 civil government 也没有播过 我们在社会员 台湾 这个叫台湾 它的尽量 是十分比较多 formosa which means beautiful several nations have had control over Taiwan throughout its history including the Dutch and the Chinese from 1895 until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aiwan was controlled by the Japanese then in 1946 the United States took control over Taiwan after the US and its allies won World War II the Allied powers put Chinese leader Chiang Kai-shek in charge of Taiwan where he proceeded to strip the Taiwanese people of their Japanese nationality without US consent in 1951 world leaders gathered in California to sign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刚才那个地方暂停一下 刚才那句话很简单 稍微往前移一点点 他说盟军派了蒋介石 代替盟军来台湾 对不对 可是蒋介石做了什么 未经美国的同意 而进行剥夺台湾日本国籍 美国没有同意 擅自剥夺 所以这句话来继续放 蒋介石未经美国同意 进而剥夺 Now the people of Taiwan who have always enjoyed its own rich national and cultural history have no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nationality to this day which violates their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law Taiwan has tried six times to get its own seat in the UN and each time they've been denied It's been 65 long years and much around the world has changed yet Taiwanese sovereignty remains ambiguous That is unfair and it's time to take action So what do the Taiwanese want? Inclusion self-determination fairness How can we help? By supporting the Taiwan civil government which is dedicated towards giving the Taiwanese people back a nationality recognized by the world Let the Taiwanese people hold their own referendum to determine their future and normalize Taiwan's status in the world Join the movement Support the TCG and let the people of Taiwan decide for themselves Paid for by the Taiwan civil government 来 好 很好 台湾人要什么 你说不出什么 你讲不出这个所以然来 你讲不出这个所以然来 我加入联合国都不行 因为你讲错答案 人家不会听的 美国人帮我们讲 台湾人要什么 三件事情 第一个inclusion 什么叫inclusion include就是把你包含在里面 exclude就是把你排除在外面 过去台湾人是排除在外面 对不对 什么外面 国际社会外面 对不对 永远进不了国际团体嘛 啊你为什么进不了 因为你是流亡政府在讲话嘛 不是台湾人在讲话嘛 你要够做中国人 走来联合国 那不可能的事情啦 台湾人都不是中国人耶 但是有一天你搞清楚 自己是谁的时候 当然会把你拥抱进来 国际社会就给你接受了嘛 当你名字讲对 通关密语讲对了 它就让你进来了啊 通关密语是什么 台湾 civil government 台湾民政府嘛 就在通关密语嘛 通关密语一通了 你就马上降进G7嘛 所以这个宣传片一出去 不得了嘛 这个宣传片出去没多久 怎么样 G7就把你登出来了嘛 因为你通关密语讲对了 马上G7 可以拉到最高的位置 就是台湾民进户了 台湾人的进户了 真正代表台湾人政府 就是台湾民政府 没第二个名字了 认定了啊 是不是incluiting 现在把你包进来了嘛 进入国际社会嘛 接下去 各个大使馆就邀请 都要跟你见面嘛 我们开餐会嘛 高级的宴会 晚宴请这些各国的大使来啦 你中华民国没那段待遇啦 开始我们叫基深国家 开始高背 交往跟你讲 我们是谁 真的啊 接下去这些国家以后 只要跟台湾作为 透过台湾民政府 还不够清楚喔 台湾人还看不懂喔 我已经讲这么白了 inclusion 第二个是什么 self-determination 这个土地上有不懂人喔 但是你要决定你自己是谁 有些人说 我没有做美国人 我没有做日本人 我要做台湾人 错了 台湾人不是一个选项 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嘛 中华民国跟台湾 都不是一个主权 独立的国家嘛 所以它不是 它叫做非法选项 非法选项 非法选项 不会出现在self-determination 这里面 那你选的时候 只有合法的选项 你要做美国 national 或是要做大日本帝国臣民 被占领地的百姓 拿旅行证券 日本的就是中国人 我也不会剥夺你中国人的身份 日本的就是中国人 你虽然是难民 你还是中国籍 因为这是你的人权 我们要保护你的人权 日本的中国人就是中国人 对不对 至于在中间通婚结婚的后果 你要做决定喔 你到底是要做什么人 你自己要想清楚喔 我们不会强迫中国人 要变美国人 美国人也不以为答应 你要这样做 所以所谓的self-determination 你来决定 你要做什么人 想清楚 但是完全按照法律 合法的成分 合法的定义底下 你有这个选项 第三个 fairness 你才叫做公平 最近大家都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为什么不公平 叫我们去做兵就不行 叫做不公平嘛 你明明去用尖匙 为什么要想要做这件事 不公平嘛 unfair嘛 过去美国的模糊政策 造成台湾人 不fair的被对待嘛 拿护照 随时有可能被中国抓去嘛 你知道你中华民国护照 就是中国护照嘛 同样等同那个嘛 你知道吗 我就很清楚嘛 你搞模糊 台湾人倒霉 照样嘛 从来没有人承认 我们是什么人嘛 每次那个护照去刷一下 上面跑是什么 答案我不讲 我刚才一开始就跟你讲 中华民国护照去刷他看 这个还不够清楚的话 我不想要怎么讲下去 搞清楚自己是谁 ethnical identity by blood by law 还有group identity 我们的by blood 是我们是浮尔摩杀人 Nationality 是大日本大日本的新民 Empire of Japan Greater Japanese Empire identity 就是在TPP架构底下 包含美日安保底下的台湾 台湾这个地方很重要 今天的中国宣称南海 就是透过这个假的中华民国 宣称有台湾开始 以后蔡英文代表中华民国 她要提出证据 你凭什么宣称南海主导是你的 你以后中华民国之流亡政府 最后全盘都倒掉了 那更好笑的 真正留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是谁 你觉得是美国吗 你觉得是美国吗 让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湾 还保留中华民国的名字 是美国吗 我跟你讲是中国也有 中国也有一份 为什么 中华民国有土地是在金门马祖 你如果把金门马祖给干掉 那不是中华民国就没有土地了吗 那他不就形同在建了吗 那为什么那时候 战争的时候就停在那边 后来不打 就留给他两个行出白样 还活着呢 还有两块肉在那边 很好笑 宣称政府在南京 中华民国外交部在美国 登记 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 好笑 集码分尸 混在世界各地 然后又留了两块肉在金门马祖 那中国又不把它吃掉 是不是很有趣 是啊 是很有趣 到底谁在玩谁 不知道 国际政治就这么复杂 我只是点出来 大家想想看而已 那这个当然之前有跟你们介绍了 有好几个layer在台湾上面 最下面这layer是USMG 美国军事政府占领 这实际上 这根据的是law of war 国际法 战争法 底下 美国是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根据究竟案 和平条约第23条A 然后过来occupier 可是为什么他就叫agent agent就是proxy 就是代表美国来占领的 就是蒋介石的部队 可是他做了很多违反战争法的事 但是他来台湾的时候 他也成立军政府跟民政府 军政府就是警备总司令部 民政府就是行政长官公署 后来改成省政府 然后中国军政府就改成海巡署 然后我们还是一样 身份没有改变 所以我们ID卡证明 你是occupied territory of people 就是Japanese subject subject就是成名 of Japan emperor 天皇的成名 所以我们会去晋国神社 给天皇祝寿 一定要做的嘛 一定会拜历任的天皇 对不对 明治天皇的临请 我们会去 这个做连接很重要 就好像你把你的祖先找出来 认主归宗 搞清楚自己是谁 然后在上面搞一个台湾authority 他是under在台湾relation act 台湾关系法底下的 people of Taiwan 或者是U.S. Nationals 这个是Act of Congress 是美国国会所通过的X法案 designate as either public law or private law public law或者private law 所以他成立了institution 美国在台协会 来管这个台湾治理当局 上面就是完全是假的啦 他宣称假如我是真的 土地也不是他的 然后我们几个名词给他定义 什么叫ruler ruler管的是territory authority管的是value power control 所以军队一定讲power military power control forces police forces 警察的力量 execute 就在执行上面 来 military occupation 是什么意思 既然我们是美国军事占领 有的人不知道 就是在不侵犯战败的对方 实质主权的情况之下 暂时性的 有效的 控制对方领土 然后这句话的重点在这边 which is not under the formal sovereignty of that entity 他就是 without the violation of the actual sovereignty 不去侵犯实际上的主权底下 这叫military occupation 是distinguish 分别 from annexation 就是併吞 annex annexation by 那像 俄罗斯併吞 克林米尼亚 就是annex 併吞 那military occupation 是不可以併吞的 所以俄罗斯就违反了 國際法 是这样子 那我这个 当初用这个的东西是挑战美国 你想让美国人去做中华民国兵 美国出身的美国人 你唯一要效忠的对象就是United States Not Republic of China in Exile 为什么 因为AIT上面写说 你如果即便你是美国公民 拿了中华民国护照 也要去当兵 过去 我去问AIT问过 电话都问过 他说还是要去 你就按照我们官网上面写的去当 配合当地的法律 我说胡说八道 你这AIT到底在帮助美国人 还在帮助哪一国人 他怎么会 Ellege 就是pay 他的效忠 居然是对你所占领 美国人在他所占领的土地上 居然要求他的孩子 去效忠流亡 这个Chinese Exile Government的部队 很奇怪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 McCain你坐飞机来 顺便了解一下 到底What's going on 所以那时候我来说 Obama 你有没有听到 你有没有保护到你自己的国民 自己的公民 是这样子 那当然啦 我们是被占领地的百姓 为什么我们要提出 这不是当我们的事啊 那是离别国人的事情 只是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很confused 我们连美国都会配合中华民国的人 去当兵 那我们当然不敢不去当兵啊 你懂我意思吗 连美国人都去当中华民国兵的时候 我台湾人算什么 我们当然是乖乖去当兵啊 我们是被吓大的好不好 台湾人真的惊大了 从228就被杀了啦 我们已经被吓了三世代了啦 我们真的没有那个guts 我们没有那个胆子敢去冒犯你美国 只是我们看到 你美国人去当中华民国兵的时候 我们吓了一跳 那有一关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呢 而且真实发生耶 所以我们当然更害怕 会乖乖去当中华民国兵啊 当然我知道美国也在做一些动作 让中华民国的军阀猜测嘛 对不对 没有军阀就是什么 没有军人嘛 是不是 没错吧 没有军法就是没有军法定义 就是没有军人嘛 因为如果没有军法的话 这些军人谁管 民法在管嘛 就是全部都变人民嘛 懂我的意思吗 没有军法就是没有军队嘛 那这些人为什么还穿军服 我跟你讲那叫戏服 演戏给你看的戏服 所以这就很confusing喔 没有军法的地方有军人拿着枪 进入民宅跟人家要东西 要文件对不对 限兵喔 兵啊喔 在人民里面 结果是检察官把他起诉 不是很好笑 军人可以随便进入民宅的嘛 你告诉我 可不可以 军人只可以打敌人 怎么会对自己的百姓做动作呢 那你是什么国家 你是什么单位啊 We are civilians They are militants 当人民遇到军人的时候 还能讲什么 没有话讲啊 你军人有枪啊 我们能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啊 这种事情怎么会到最后是 法官是这样审判的呢 叫无法我可管 你要讲无法可管 这群真是无法可管的军人喔 美国你要用什么法律 来管这批军人 还继续对台湾的人民增兵喔 正在做同样的事情喔 你去看他们是每一个驱公所里面 还是有兵役科耶 搞什么东西啊 美国 AIT你在搞什么东西有兵役科 知不知道 梅先生去查查看中华民国还有兵役科 台湾authority居然还有兵役科 兵役是由主权独立的国家 才可以对他的百姓增兵 中华民国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是你国务院 国务群讲的嘛 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可以增兵呢 为什么还可以在讨论买武器的事情呢 国防部的人为什么还在飞来飞去 还在要销售武器呢 都是矛盾 全部矛盾 我们在台湾备展领地的百姓 are confused OK 虽然我们不understand 但是we confused we just point out what's wrong OK it's conflict contradict 这就是百姓啊 那时候说的 你要做台湾人 人民最大的事情嘛 我们上面讲过嘛 对吧 这有上过吗 这有上过吗 有吗 有上过这课吗 没有齁 美金屋成立你两件事不要做 第一个 不能画台独啊 你是我占领的地方 你喊什么台独啊 对不对 所以台独绝对是 美国说台独代表战争啊 战争是谁人来打 不是中国给你打 不要搞错哦 台独代表战争不是中国来打你 是美国人给你打 为什么美国人给你打 你知道吗 因为你是我的占领地 你凭什么独立啊 是不是 美国说我占领 都不敢移转主权了 你居然还在我这边闹独立 对不对 是美国的占领地 说起来实在 台独那边可能不行了 本来这个东西在我手头 是我的 你如果要把我拿 你都用手的 我买给你 你把我拿 用抢的嘛 但是我如果放在桌上 离开我的辛苦 咻 给你拿去 我没跟你说啊 已经离开了嘛 是不是 这不是寸头帝 头帝不是手啦 手是对你在手 你手头的东西拿走 它叫做手 这不叫做手 要搞清楚 这也不是手 要搞清楚 所以是怎么样 你如果要看台独的意思 就是 我要移开美国的手头 那时候中国会说什么 欸欸欸 你也卡住 现在这些人都不是的喔 对不对 中国就因为这样引起战争嘛 台独就是 基本上你喊台独 表面上说得很漂亮 台独立 其实你是做求 让中国人去吃力嘛 台独立 台独立 没有那么聰明 很快 让人家吃力 通常说你吃力 你就 喔台独喔台独 你不晓得这个所衍生的意思 跟后果是什么 台独都会这样啊 这次就知道了 对不对 这一次就知道了嘛 洪秀柱 大家罵到要死 我问基教一件事情 他讲的话哪里非法 如果非法的话 请那些认为他非法来提杠 目前为止没有嘛 有没有法律上的问题 没有 如果没有法律上的问题 表示什么 言论有的一部分啊 他又是记者啊 那他怎么办 顶多你觉得你观点不好啊 你觉得他观点不好 那个人意见嘛 我跟你说 那说的话都不好 回到本质 如果是法律问题 就用法律问题来解决 不要搞政治操作 台湾会很平静 台湾不平静 就是一群人在搞政治操作 对不对 明明是一样平息下来的问题 你要给他插插揉 讲那五四三的 完全没有根据的事情 以鹅传鹅 我这次我没得念 对不对 用假的在传 传给梅建华 打脸 谁跟你打脸 我跟你讲 打脸是打媒体的脸 因为台湾民政府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 就是这样啊 政治语言啊 大家都算假 算到没了 台湾人 钱也花了 广告费也付了 媒体赚到钱 这一波走掉了 再玩下一波 弟弟玩 台湾人都哄哄哄 八点党一直演戏演给你们看 台湾人什么时候才会从他们这个捆绑 媒体的捆绑里面跑出来 就是台湾人自己要有知识 所以那时候媒体会给他提供一个正面的建议 就是说台湾人可不可以从这个红树珠世界里面 学到一些教训 什么教训 我们做任何事情要指控一定要求证 你影片从头看到尾 不要中间被截断 过去台湾人就是看到一个小医生一个小医生 就是这样 就是台湾人啊 对不 看一个小医生一个小医生 就开始到处处理头买就开始说了 说到买了大家社会就乱了 现在中国就是这样 要打仗了 研巴的价格就上涨了 就是这样 越封闭的社会 就越容易造成动乱 台湾这个社会 经过这么多年来 所以要比较聰明 听听看我们所讲的话的内容 认识一下什么叫做台湾民政府 探这个机会 多做点学问 做点功课 保护自己的权利 对吧 台湾人要做生理也要做研究 你买一台车也要看汽车的各种数字 包括你要去研究是蛋壳区还是蛋黄区还是蛋白区啊 他这阵子的卖家卖家 那你都会去研究 你算不上来研究跟台湾有关的 这 台湾民政府是什么 以后要成为台湾 没有现在已经是台湾人合法的政府 你不要去研究吗 拜力不是要在台湾民政府底下做生意吗 那你这些大佬什么 不管什么四四会 五五会 三三会 你有没有搞清楚 现在是谁要来执政啊 你请错人去参加你们会议吧 你们不做功课的哦 是这样子哦 那也好啊 不做功课有不做功课要付出的代价嘛 就是这样子 来 这个就是什么 Modern Prosperity Model 另外一个事情 除了不可以走台独 另外一件事 不可以走共产主义 台湾民就不能带台湾人走上共产主义 那什么叫共产主义你怎么知道 不知道嘛 先有共产主义才有资本主义 还是先有资本主义才有共产主义 成为主义是后来的事情 它其实是反映资本主义里面一些弊端 所以 无产阶级专政嘛 人民要得到该有的好处嘛 宅产全部公有化嘛 对不 那会影响什么 想说那会影响不行 我们来研究一下 简单的 这是整个capitalism 或者是modern 现代主义的这个模型 model 它其实有一个大的说法 引以至于现在经济 发展到这种程度 有一个基础 有一个概念 这概念是什么 道三角 最下面叫R&D 第二个叫technology 第三个叫marketing 说这你就台事 眼睛毁了 说英语 讨厌 讨厌 我这个妈妈想了老半天 想说最简单 让台湾人办 什么叫做资本主义 的一个模型 你们家有汉水吗 有啊 会清烟吗 滚了会清烟吗 会啊 几千年都会是汉水的清烟 有什么了不起 因为我们是一般人 天才就了不起了 天才就把清烟这件事 并做什么 蒸汽机嘛 内燃机啊 combustion 早期英国的时候 就用内燃机去做火车 加上轨道啊 就短时间把 以前马车可能 整星期要运到的东西 短短几小时就运到了 量又多 蔬菜水果还是新鲜 就送到你家 那整个经济 欧洲经济就起来了 只是因为一个孽燃机的发现 所以什么 R&D就是从大自然里面 去学到一些奥移 把它应用出来做成科技 technology 再用科技产生 products 产品 拿到市场去卖 然后设计一个货币系统 把卖出去的利润 用货币的方式转回来 再拿一部分 2% 5% 10% 拿去做R&D 再做研究 研究更新的东西 更新东西再拿去卖 这样知道吗 整个东西就活络起来 开始运作 像一个轮子 才可以尽 一开始给你 insight of nature 然后接下来给你power 之后给你reward 这就资本主义了 鼓励你消费嘛 你不消费 其实你都会掉 你知道吗 你要有一个简单 基本的 什么叫资本主义的概念 你才知道你的政策 是违反这个概念 还是加强这个概念 你怎么要搞起来 要做几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 有钱人要买不完的好东西 穷人要觉得 我只要加一点努力 我可以在社会阶层上面 往上爬 我的生活条件会改善 你知道吗 你如果消灭世界上的穷人 这世界就完蛋了 我先讲个真正直接的 这个世界永远有穷人 永远有有钱人 永远有这样天翻地覆的事情 一定要这样搞 股票不会永远在上面的 是不是 沟漆啊 股票市场一定会有大跌才会起 要有波动才有钱赚 哪有这样平平稳稳的 平平稳稳只有中国的世界的思想 所以他想办法控制股票市场 对不对 政府的公权力介入 不能掉太快 就越介入越糟糕 所以人家就知道 中国股票就不是算贡 不是真的自由市场的机制 你算贡就没人要跟你算了 你去购定 你如果是在贪钱 突然间购定说 不能再算了 你贪太多了 谁要去算 就中国股市就这样子玩 对不对 政府介入 一天只能跌几点 你只能一天去赌场 顶多赚多少钱 那谁要玩啊 什么叫自由市场 就是完全 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在操作 有些人要买不完的好东西 穷人要觉得 我只要努力 就往上爬 所以穷人会努力 有些人会努力消费 穷人做东西才有人买 对不对 这个资金才会运作 整个自由市场 所以这样怎么样 ignorance was overcome 又因为手机的出现 因为市场经过这么几百年下来 不得了嘛 对不对 过去跟人家讲话 我要八两粒三 再跟人家说一句话 八两粒三 很累 现在手机一开 对吧 这个部落跟这个部落 用手机一开 还可以视讯 这败什么琐事 败资本主义发展琐事 你可以讲说资本主义 有很多污染啊 什么排放二氧化碳太多 影响地球暖化 你不是因为这样子 减速了经济发展 你应该想出更新的方法 解决排碳的问题 用更新的科技来取代 过去落伍的烧煤炭的方式 就是这样子 这个一定会有一些副产品是不好的 但是正面的话 因为手机出现 现在已经没有文盲了 因为大家都会上网嘛 大家都会key in 大家都会找资料嘛 所以你很短时间 人类历史上 从来没有这么教育普及过 你甚至不要去学校 你工作网路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第二个 disease was cured 现在疾病已经被消灭掉了 最近不是很多病毒突然跑出来吗 有一个病毒 我忘记那个叫什么名字 就出来不到一个礼拜 日本那边实验室说 我们得到解答了 我请问你 有那么快吗 当然没有啊 那个实验室的负责人当天讲 原来我过去20年的努力 就是为了今天 所以这个实验室已经做了很多 他不知道做起来 他只一直在做基础研究 只是这病毒一跑出来 刚好跟他研究符合 他就提出来解答 就这样 那我问你 这20年来的经费谁在付啊 一个实验室要成立 少说十几亿呢 器材人员 每个月都要领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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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要做一些研究 预备 在假设情况之下 要做很多研究 谁给他钱 政府要花一点钱做R&D 今天世界上的疾病 会那么快速灭绝 除了他的防疫系统机制以外 还有实际上一堆实验室里面 默默在那边工作的科学家 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东西啊 可以要谁去训练 哪一些一流的学院 要去训练这种 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的人才 你想看 你要做民政委官员 这一点脑袋也要有 Poverty was eradicated 现在已经没有穷人了 真正没房子家 只有战争 要不然就是人为 人谋不张 比如说你捐钱给非洲 你捐的钱到当地的头目的手上了 非洲那些 继续拿你捐给他的钱 再去买武器 继续镇压他的百姓 他过他的快乐的日子 所以那不是说 世界上生产的食物不够人类吃 够啦 这是人魔不张的结果 问题不在科技 OK 再来 Human rights was winning War was under obsolete 战争是 换一种形式 最近有没有 美国是不是无人机又杀掉 IS的某一个主要的头目 无人机是什么东西 我要说以后战争很奇怪 那时候 网路上有一片影片 你去看就知道 恐怖分子身上长枪 美女的男人跟小朋友的中间 要偷渡成功 结果无人机远远看到 咚 一枪就打死他 旁边的小朋友跟太太都没事 旁边的犯人也没事 只有那些人倒掉 现在已经精准到这地步 叫什么 斩首行动 只要抬那些人而已 因为就是作乱就是这些人 所以他慢慢就锁定 就这样子 真正作乱就那么几个 世界战争已经跟我们想象不一样 你去看美国的战争 他们现在新的配备是有雷射炮 我差不多三年前讲 有雷射炮 中国那时候有那些网站就写到 雷射炮算什么 那天的云雾如果更大 你就雷射炮没效 错了 他还有一个叫做电磁炮 电磁炮就是短时间重力 不然质量加上速度m乘V 打出去 十倍音速 八倍音速 九倍音速 比飞弹还快 两三倍音速 很小的东西 也没有炮 也不用装炮 就是一块铁块而已 很快送出去而已 就可以在最短时间把那个东西击灭 现在变成美国军舰上的标准配备 有厉害吗 有厉害吗 有厉害啊 很多啊 我都一样一样讲不完啊 光是研究科技商的发展 然后怎么样 我刚才要回到这样 刚刚讲的运作是资本主义的运作 怎么让他停下来 停下来 这运作要怎么停下来 待会儿要起一个人去办公室 去通知一下那个控制的人 等一下 reached in vanity and poor satisfied 当有钱人觉得空虚 穷人觉得满足的时候 就是让资本主义完蛋的时候 那是共产主义啊 共产主义世界里面是怎么样 没有穷人嘛 无产阶级专政嘛 对吧 政府供应所有人的需要嘛 是不是 是啊 有钱人是有罪啊 洪武类啊 地富往反坏右啊 是不是 每个人都要求啊 那就是共产主义里面的想法 有钱人觉得自己有罪啊 穷人觉得我不能做什么事情 就是国家供应我啊 国家有责任照顾我所有的需要啊 那就是共产主义啊 人变得没有斗智啊 所以以前共产主义待久了以后 就穿毛装啊 对吧 说到这个我说一个故事更简单 我们就做结束 几年前哦 在 你知道越战吗 越战谁跟谁打仗 像个像球 美国跟越战 大家还清醒了 不错 越战 那个美国兵被抓去当俘虏 对吧 也很可憐 越战结束 有一个军人就回到 他住的地方在德州 Texas 他回到美国的时候 带一个大包包 一回到德州的时候 就跑到银行 隔一天哦 套炸就在银行里面 就在银行里面 柜台就坐下来 不是 就在那边 小姐说 小姐我要存钱 小姐就说 你存钱要存多少钱 哦 这个雷好大 你要存钱要存多少钱 我要存八千万 哦 哪有多 这有代子力啊 小姐说 这条钱太大条了 我没办法处理 叫经理出来 经理就出来 先生听说你要存钱 存八千万 对啊 我给他看一下嘛 那个人就从袋子里面倒一堆钱 那种手银子 抠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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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抠 你不要开玩笑 你不要开玩笑 那些人告诉他 我没有开玩笑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这个钱 在我俘虏营里面 真的是可以买红酒 真的是可以买雪茄 我这个钱在俘虏营里面可以剪头发 我和Service都有 是可以接受Service的 你知道那个经理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它是键利嘛 只可惜你这钱 你的俘虏营现在已经关掉了 如果是没关的话 我倒希望用美金跟你换一点这种钱 进去里面享受 去经历一下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你听不懂 就好像以前有钱 中国里面印的钱 1972年以前 中国里面印人民币 可是人民币没有不值钱 为什么没跟外面社会在交往 在印花钱的 中国那时候缺东西怎么样 透过跟俄罗斯 那时候苏联边界交 以物以物 用东西玩东西 你知道吗 那时候人民币不值钱 直到对小平跟西方国家谈判 他说一准再看下去 发觉中国这样走的话就完蛋了 人家西方世界多彩多姿 生活好好过 可是我们里面的人穿毛装 乞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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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落后 对吧 他说我也想要玩 美国说你要玩可以 你玩大富翁怎么样 一开始给你多少 两千块 对不对 两千块给我就开始玩 对不对 要送你钱嘛 所以美国一开始送中国人阿拉桑 怎么送他钱 人民币对美金吉比借固定 这个汇率就是这样子 所以突然之间中国就有钱 美国不光是给他钱还给他什么 我教你做东西嘛 过去中国人做东西没有人要嘛 你的脚车没人买嘛 现在我就要教你技术 送你人 教你教你也可以做资本主义喜欢要的东西 慢慢你就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教你终于中国几年下来赚很多钱 他赚很多钱的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情 改善他人民的生活水准 对吧 让他们人民愿意开放 进入国际社会成为有用的一份子 结果不是 他等一下就是拿去做什么 去买武器 跟俄罗斯买武器 继续钳制他人民的思想 对不对 控制 跑到非洲去买石油油田 准备存油要打仗了 更糟糕是什么 更糟糕是什么 当然他也破坏所有资本主义游戏规则 比如说仿帽啦 有没有 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啊 最近还告iPhone 他居然去告iPhone 说他仿帽 是不是很好笑 很好笑 最后中国居然想做一件事情 美金以后不要用了 改用人民币 那是什么意思 就表示 他日期里面不是要跟人玩 是跟人翻桌 要把整局翻掉嘛 现在所有的经济是以美金做基础 你要把它换掉吗 他表示说我要再一个老大 所以美国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嘛 是不是 他当时有钱的时候先去挑战日本嘛 所以前几年怎么样 钓鱼台一直有中国去骚扰嘛 我今天故事讲的 3点点5分 下次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 我会讲更多 好不好 今天到这边先休息 谢谢